台唐除了唐叶以外 养猪事业也经营出名气 而今天呢有个猪仔文物馆 就特别选在具有文创气息的桥头堂场 里头有1300只猪仔的雕塑或者是公仔 全来自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诗梦的收藏 高雄市长陈菊今天特别前往节目 有可爱的猪小妹 有真宁的猪面具 有神气活现的猪 还有酒汉耳热的猪 有精英剔透的水晶猪 还有朴实稳重的木头猪 还有各式各样的猪铺满 这1300多件猪仔 全是爱猪城市的陈诗梦 三十多年来的收藏 这次全部捐给桥头堂场 成立猪仔文物馆 心情像是嫁女儿 这几天我太太老师讲说 我们把这个猪仔捐给台唐公司 就好像有一点嫁女儿的那个感觉 就想把一个已经培养了 二三十年的一个女儿 嫁到这个台唐公司来 那我说不是嫁女儿啦 因为这些猪也不是我们两个生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嫁了这个养女 嫁了一些养的这些女儿 那她们能够到台唐这么好 尤其是到桥头堂场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对我来讲真的是为她们高兴 陈居士让表示 受到陈诗梦的影响 她也有点喜欢猪 因为猪很爱干净 很可爱 而且平视众生 看人很平等 她认为成立猪仔文物馆 不但改变大家对猪的印象 也展现社会多元价值 真的要很感谢陈诗梦老师贤抗力 她们三十年如一日 爱猪 珍惜猪 哇 实在很感谢 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看到猪 真的觉得很可爱 这样高兴高兴 真的 大家对猪有一些改变 我如果我个人 我对猪的观点有一些改变 都是从陈老师贤抗力 他们全家那种爱猪 斯梦 你等一下看 斯梦的领带都是猪 也是猪 哇 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 的一个很可爱 台湯总经理魏维表示 自从捷运通车之后 台湯博物馆就是南台湾 最夯的热门景点之一 在陈诗梦捐赠成立 住宅文物馆之后 一定能让台湯博物馆的人气暴增 港路新闻 许福天采访报导